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台富士的 迷你Link 2 的相印機 最近開始有個念頭啊 想要透過實體的照片 來保出每一個喜歡的時刻 所以其實我已經猶豫一段時間 到底是要買拍立的還是要買相印機 後來還是決定買了相印機的原因 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的話呢 主要是因為我大部分的照片 都是透過手機進行拍攝的 所以我的照片其實都會在我手機的記憶體裡 第二個的話是 如果我外出還要再多帶一台拍立的 我會覺得有點太笨重 其實我是一個不太喜歡帶太多東西在身上的人 最後一個其實是因為富士的這一台 Mini 2 真的滿小台以及輕巧的 它放在包包裡面隨時就可以帶著走 只要你有下載他們的APP 然後有手機跟藍牙 你隨時都可以運照片 我覺得這個超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打開這個箱子 來看看裡面的相印機長怎樣吧 好 那現在來開箱囉 首先先把這個盒子打開 先看看裡面有什麼 到的是一條充電線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箱子 打開之後呢 還會再有一個箱子 抽出來之後呢 就是相印機的本人 我們先把它放旁邊 箱子的後面就是這一個 使用說明書 還有保證卡 這裡保證卡 然後語言蠻多種的 台灣的版本在這裡 大家看 看到嗎 好 那說明書的部分 我們直接收起來 轉開 這邊還有個袋子 我買的是白色的相印機 這是它的正面 這是它的背面 它的頭 以及它的底部 然後買這台機器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附底片的 所以底片你們要額外買 因為我去買的時候 好像就有附兩組底片 那我們現在就把底片 裝上去囉 我買的組合呢 兩組底片是不能挑的 是隨機提供 然後剛好其中一個呢 是很可愛的寶可夢的底片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一般平常可以看到的白色底片 我先把它拆起來了 那等等我們就把這一個 放進去相印機裡吧 後面呢 有個開關 打開呢 就可以 在裡面 裝底片 然後就把它拆拆 準備開始裝囉 要這樣裝上去 黃色在上面 這邊 這裡會有一個標記 有看到嗎 這裡 有一個黃色 對黃色 就可以了 合起來之後 就可以聽到 運轉聲 就表示你已經裝好了 會四保出一張 假的 裝盲底片 現在可以來洗照片囉 開始列印照片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先在手機裡面 下載這個APP 叫做 Mini Link 使用它們的相關的功能 像是簡易列印 視訊列印等等 在列印之前呢 你也可以透過它們下面的編輯模式 去編輯你想要 電影的照片 像他們也可以把 多個照片混合在一張裡面 然後也可以去進行 就是對應的編輯 跟畫圖 像手繪啊 或是 選擇 它們裡面的 預設背景等等 其實功能還蠻多的 大家可以自己 就是嘗試看看 然後我最常用的 其實就是這個簡易列印啊 就是不做任何事情 就是直接列印了 而目前呢 我們的APP 還沒有連接到我們的印表機 也就是我們的相印機 所以我們現在先用藍牙連線 那至於怎麼連線呢 首先拿出你的相印機 點擊中間這一顆按鈕 點進去 直到它發光 就表示你成功開機囉 開完機之後呢 你就可以發現 上面的藍牙已經連接好了 每一組底片 裝上去都是10張 然後我已經印了3張 所以這邊也可以看到 裡面底片還剩下7張 另外也可以看到相印機的點量 所以可以在這邊 直接很瞭解你這一個相印機目前的狀態 然後選好照片之後啊 下面呢 你還可以再繼續 要加上一些塗鴉呀 或是濾鏡 進行一些基礎的設定 如果你什麼都不調整的話呢 直接按中間這一顆紅色的按鈕 點擊下去之後 就可以開始列印囉 你看還有一個動畫 就可以看隔壁的機器 正在準備列印照片中 哦 它在列印的時候也是會有運轉繩 好 照片印出來了 拿出來 是白色外框的底片 那我們等等 看印出來的照片怎麼樣吧 這就是印出來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還蠻喜歡的 好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專業開箱 富士迷你兔的相印機 如果你跟我一樣 也開始想要用相片 來記錄自己的每一個生活的話 那這一台相印機推薦給你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囉 我們要繼續來印相片了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這裡是延期生活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